好 我问一下这个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俄乌战争 当然还在打 一个是俄罗斯的这个 比尔戈罗德州 又遭到入侵 过去一个昼夜 乌克兰80枚炮弹 20架无人机的袭击 还有这个韩国国防部说 是一万名朝鲜士兵 已经进入俄罗斯 被派到了库尔斯克 另外乌克兰防长说 乌军已经跟朝军 首次交手 少规模的交战 那另外一头 在俄乌战争当中 我们就看到 尤其是瑞士 这个中立国家角色的转变 那这个部分 在今天这个大陆的媒体 算是蛮显著的篇幅报道 苏利市的这个联邦理工学院 这算是个名校 算是个贵族学校 加强对中国俄罗斯 北韩伊朗 23个国家留学生 访问学者教职员 应征着所谓安全审查 史无前例 这个当然这个引发了 很多的这个愤怒 瑞士啊 你要对这些学生 对这些学术界进行审查吗 这其中透露什么样的讯息 瑞士不是刚跟 不是李强总理刚去访问吗 其实这里面有中国 我比较意外 另外那三个 我不会太意外 因为瑞士自从 被美国施压 打开他的秘密账户之后 他的路线就越来越清美了 所以我是觉得奇怪的是 为什么他对中国的学者也会是这样的待遇 这个比较诡异 史无前例 这个真的比较诡异 我猜中国外交单位应该会去表达抗议 因为瑞士需要中国 并不是中国需要瑞士 这个中国大陆最近金融合作 我认为他在欧洲找的国家应该是英国 不是瑞士 所以英国最近对中国也稍微比较友善 最近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国家 都在跟中国的经贸合作 在缓和当中 最明显就是英国跟日本 还有印尼跟印度 这四个国家其实都蛮有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全球的大事 经济真的不好 日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只有0.3 欧洲也很惨 印度也知道找美国搞高科技 这个太高阶了 它需要的是更多基础建设跟民生工业 那俄欧战争的话 我听说是乌克兰主动在找 这个北韩的部队要去打他们 主动在 它在故意要教训 说你怎么可以介入 听说是它故意去找北韩部队来打 可是我认为在库斯克真的上前线的应该不多 这个太夸张了 你总要让人家熟悉一下吧 那要跟俄罗斯部队磨合一下吧 我觉得那个时间也不会太短 所以你说它能够交战到多少 实在是要打个问号 那之前还有假新闻 说有40个被它全灭 说全灭嘛 那根本还没到 对这个讯息上个礼拜就开始出来 刚开始我们都不太以为意 但是后来很多媒体 真的还有细节出来 因为这个是大事 所以北约都希望把它讲得 这个就北韩很惨这样 要让北韩没有面子 可是我认为 而且坦白说 这个俄乌战争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如果是川普当选 真的也不太打得起来 因为你如果是俄罗斯 你去想一想 你会觉得川普会介入斡旋 那你现在新打到的 你站得住吗 那不是浪费 你还会死一些人 那你占下来的新的领土 搞不好未来还要吐出来 对不对 因为那个我觉得 已经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了 大概没什么好谈的啦 可是最近占的那些 已经有大概有 两千多平方公里了 对 那那个人家一定会 那个川普一定会劝普及骂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面子吧 还一点点之类的啦 因为乌克兰要有下台阶啦 对 乌克兰的下台阶除了这个 所谓的那个安全担保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要撤军嘛 那你没有公投的领土 你是打赢的没错 那可是那个还没有 还没有处理啊 你还没有并入你的顿巴斯啊 对 那那个要怎么弄呢 所以我觉得 我从这个角度看 我就觉得俄罗斯有 最近有点打得不是很认真啊 打得不是很认真 好 刚刚亮哥有讲到印度 这个中印当结束了四年的对峙 然后互相交换糖果礼物 有各式各样的照片 大家上网去看好大一包的 各种各样的包装 拍了好多张 那中方送给印军的一个礼物 大家知道现在照片都可以放大嘛 赫然放大之后发现是什么呢 是穿剧变脸的玩偶 好 这就很故意嘛 但是不知道印军看不看得懂 不晓得看不看得懂 那倒是一个 你看到十月二九号 美国国务员发言人Miller 讲了一个漂亮话 美国对于所有的边境 紧张局势缓和都表示欢迎 但是反手呢 我们看到就用原恶通恶为由 制裁了十九家印度企业 跟两个一些印度公民 所以亮哥怎么看待 印度这个角色跟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你不要太乐观 我觉得是因为冬天到了 所以大家都很累 所以随时便利 所以先休息到二月 我认为这个是实际因素 因为印度驻扎在那边 高达二十万人 那成本太高了 这解放军也很故意 不 而且冬天那个时候 两边都很累 那地方真的蛮偏远又高 大雪丰山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明天春天 大家还是像现在这么好 不容易 春天就可以把变脸那个拿出来 所以它早就预期了 搞不好那个印度送的糖 里面也有怪东西 对 不想随便吃 这个比较可怕 要不要家里加牛尿这样 那这样可以吃新冠疫情 印度吃牛尿可能是一种尊敬 尊敬 对 所以不要随便吃 可以不要这种尊敬吧 不行 大家就相信牛是胜牛 人家莫迪来送给川普 真的啊 对啊 川普健康还好吧 川普那时候新冠的时候 一点点时间委员讲他上气吧 上气怎么这么惨啊 这个他的这个净利润 几乎是崩掉了嘛 对吧 他当然他的 因为他这个新冠疫情 没有跟上嘛 你怎么看上气没有做电动汽车 而且上气做的一些 一些燃油车 现在也不是当红了 我来念给他听 福斯的桑塔纳 他已经不是市场的主流 MG的汽车 在台湾还流行一阵子 但是还是燃油车 还有呢 这个奥迪的 比较贵的是奥迪的 还有Skoda 这燃油车啊 他没有跟上 还有在台湾已经快要看不到的 美国的雪佛兰 北克凯迪拉克 这是爷爷的嘛 爷爷的车子嘛 所以他的车子都不是现在大陆上主流的汽车 你其实燃油车的话也不是 那你更不用讲他电动车已经被取 被很多被电动车给取代掉了 所以上气的销售额度突然间巨额衰退 你看第三季就少了26% 那你营业额摔了26% 那净利润 才减个不到10% 已经混得不错了 那股价当然就拜拜啦 这个就是判断力的问题 最早的时候上海汽车 内部也有讨论过 要不要做电动车 但是我们只能叹一口气啊 有些其他像什么长城啊 这些东西还有去努力去做电动车 吉利最成功啊 吉利本来也是做燃油车的啊 他现在吉利的电动车 我看也是超流线型的啊 那什么叫什么 什么急 急害还急克 急克 他取到很特殊的化学元素 还有小鹏 对都做得很好啊 虽然没有跟上就很容易被淘汰 很可惜啊 上海汽车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他当年光卖那个什么 大众汽车 在大陆还有奥迪都卖得非常好 我跟大家更正一下 这不是9.53%啊 这是93.53% 哇 93.53% 我在想收那张还好 我就记得 这个是年崩九成 那就是油车被电动车打败了 是啊 内卷 内卷被卷掉了 那没办法啦 这个产力互相取代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